阿玲,买翡翠原始要注意什么? 一定要多看,少买,而且一定要亮丽而行, 就不要去用一些投资卡去购买原始, 这样我是非常不允许的。 前段时间有一个大哥,他在我这里看中了一块翡翠马, 他很喜欢,然后他想用信用卡来跟我买, 但是我当时直接是拒绝的,我说哥不用, 你喜欢的话我给你留着,但是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用卡这样去刷,对吧? 对,你这料子是干嘛的?那个大哥买的吗? 不是,这块料子是想跟你们说,性价比非常非常高, 也想给你看看,好大哦。 对,你看这些位置肉质露出来了,看到没有,肉质发黑, 肿的话非常的老杠,30公斤的一块,大料子,手桌位。 起油性了哦,对,你看这些位置,油感, 有油性的量子,它怎么都会起胶杆呢,知不知道? 因为它这些已经有油性,有了油性, 它胶杆就百分之百能进啊,看一下, 你看看一看这就是,老不老? 像比如这种就是老杠水,老杠水, 这里它已经有冰杆了,有冰渣杆,看到没有, 这些位置,全身,这边还带着花,看到没有, 还淡着淡淡的花底,这边,这边有险啊, 险下身高色嘛,来,再看这里, 全身这个表现吗? 对,都有这样的表现,是一个末弯机的老杠水料子。 皮好老,有30公斤是吧? 30,对,30公斤。 好大,嗯,所以它很有性价比。 多少钱,性价比? 猜。 肯定要六位数嘛? 这不需要六位数的。 不要六位数? 对。 这么大? 对,就是五位数就够了,五位数, 中万,中万的一个可以来玩一个冰飘花的手镯, 它可能会飘色花,蓝花还要去拨, 但是冰呢,这上面已经可以看得到了。 出手镯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, 如果它没有手镯,也是一大堆的挂坠啊, 挂件那些牌子,对吧? 是的,有一个这么大,有一个这么老。 这个料子,一开始我看到价格, 我都惊呆了,就非常有性价比的一块料子。 是的,嗯,不说不说, 遇事有缘人吗? 对,遇有缘人吗?